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带来了一个看起来挺精致的 而且上面有好多龙的图案 是一个五爪龙 清朝初期的 清朝初期的之前有没有鉴定过 我不太了解 是一个长辈在海外 觉得这个东西特别好 他比较喜欢收藏回来的 从海外回流回来的是吧 来 给专家老师看看 这个东西呢 我认为常有说是清早中期的 应该是不错 这个东西是个壶 样子呢是蒙古色的 蒙古样子的造型 但是制作呢是清宫里边的制作 我们讲经营器 应该是所有工艺美术里边 最顶峰的东西 因为经营器它稳定 经营是稳定 所以这个龙一看是清代的龙 清代早中期的龙的样子 两个项额呢是吉祥的意思 是吧 那么上边一个松尾石 一个盖 周边还欠宝 红必喜 蓝必喜 桃红必喜 那么底下又是松绿的莲花 所以这里边是宫廷文化 佛教文化 金银文化 一种集中的体现 我认为呢 应该这个东西 应该是百万 百万 甚至于百万以上 感谢您给我们带来 这么一个金壶 好吧 好的 谢谢老师 谢谢 你好 您好 帅哥好 各位老师好 这是我听到别人 对我最亲切的称呼 这是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宝贝 这是清康熙的粉彩观音频 是清朝的 康熙的 对 粉彩的 粉彩的都看得出来 但是这个清康熙的您之前有鉴定过吗 没有 那怎么那么确定啊 就是自己对磁戏也学了一点知识 估算的是吧 对对对 您收藏这个爱好多长时间了 好几年吧 家里的东西应该很多吧 不是很多 还十来八件吧 十来八件 这是您比较满意的一件吗 还可以啊 行 来给我们的老师看一看 谢谢 好 它这儿有一个五彩开光 人物花鸟的一个屏 那个整个文士呢 确实那个看起来呢 是有康熙的风格 我们知道康熙呢 在我们瓷器史上 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我把它称为呢 是中国陶瓷第二个重大的技术革命 所以呢 康熙五彩 也是康熙朝的一个重要的产品 我想问那个 藏家一个知识 康熙朝的 因为五彩瓷器 我们知道 在金代瓷周遥就已经出现了 像红绿彩啊 也有五彩 那么一直到 元 明都有红绿彩 那么康熙朝的红绿彩 五彩 也就是说五彩 与前朝的五彩有什么区别 康熙的五彩应该比明的五彩 应该是更亮丽一点吧 没问题 可以 确实 他说的也是一种现象 我跟你讲 康熙五彩跟前朝 最关键的问题是 他引进了国外的画法郎工艺 他的色 已经不是采用水调色 而是油调色 这应该是光绪到民国时期 早期民谣的意见 仿康熙的精品 应该呢 五万到十万吧 好吧 谢谢毛老师 好 谢谢您 慢一点啊 这位藏友带来这么大的一颗白菜 这个是一个翡翠白菜白剑 我以为你会说这就是一个白菜 这是我老公的爸爸以前在云南买的 就是您的公公 您公公肯定很喜欢吃白菜 这是一个翡翠的一个工艺品是吧 行 拿给我们的欧阳老师看一看 好吧 来 请 白菜不如白菜 这个白菜呢 是我们老百姓家里 恨不得是天天都会有的 这种一种蔬菜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 这个翡翠白菜比较多呢 首先就是它的寓意比较好 就是白菜 白菜就是百财 今天摆到这里 就是聚四方之财的意思 原来是这个意思 但您这件呢 应该说是一个有紫有绿 那么还有绿色比较多的地方呢 还有形成了黑色 这个你看还有虫子啊 你这个白菜的生态很好 没有打过农药的 这是一颗健康白菜 这是一颗健康的白菜 对 所以说呢 整个造型来讲 我觉得材料没有问题 肯定是天然的 A或翡翠 但是质地粗一些 柳列多一些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问题 我们的这个制作的工艺出了 因为市场上比较多见 在我们广州的这个很多 玉区市场也比较多见 跟几万块吧 几万块钱 其实我自己也有去看过很多这种 我还是觉得我这个是比较好 而且因为这个白菜 我们也自己算是上当受骗过 去年就去上海一个拍卖公司 他给我们的估价是一千五百万 一千五百万 那个时候不是要交前期费用吗 给我们打了个折八万六 要转账是骗子 这个根据我的经验引申过来就是 先收钱也是骗子 有一些所谓的拍卖公司 其实是操作非常的不严谨 他给你雇一个很高的价 就是为了收你这个前期的费用 所以我们上当的这个朋友 不止你一个非常的多 所以一定要小心 其实我觉得您对您自己的产品 大概值多少钱 心里也是有数的 不要被人家的一个这样的谎言 然后就把你这个无限的热情都激起来 最后自己损失的是你自己 谢谢老师 谢谢感谢您的参与 好吧 好 那您现在有什么想 对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说一下的呢 就不要再上那些拍卖公司当了 那我们所有的藏友们可要注意了 这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呀 来 来 看中间 主持人好 各位老师好 这是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宝贝呀 这是明代的玛瑙 明代的玛瑙 这一共有多少块啊 这是十款 哦 一共有十款是不是 是不是象征十全十美呢 对 而且全部雕刻的都是龙的图案 对 没错 这东西有意思 看看专家老师怎么来品赏它 好吧 请 这个带扣啊 以前就是把它定在这个段子上 怀在腰上 我们统称的叫玉带环腰 那么也就说这是官员所带的 那么这个带腰带啊 玉带啊 那当然这是玛瑙的啊 统称是玉带 所以这个龙它的造型呢 龙身显得圆魂 龙头呢应该是扁长的 它又显得稍微短圆 那么也就是说明代的龙 它已经到了明代往期的样子 底下看它的背面 背面呢 比较粗糙 没有抛广 手摸上去呢 似乎还有冷手的感觉 这个手上也是一个很好的宝贝 至于这个价值多少呢 一般来说 这个价格应该在20到30万左右 好 谢谢蔡老师 来 这位藏友您好啊 来 称赞好 张家好 您离我那么远干嘛 我有一点害怕 紧张吧 为什么呢 我们是过来给您服务的 因为这东西不是我自己买的 我就觉得它不靠通 您把钱给朋友 这朋友给您买的 对啊 多少钱 不能说 不能说 那这是什么东西您能说一下不 我对这个是门为汉 我一点都不懂 一点都不懂 就能把钱给别人给您带回来 对啊 我的男后院老师给我看看是真的是假的 这件东西呢 一拿上来它挺特别的 好像一般的说我们就是 是两个部分 是吧 主体和底座 那么我们这件作品呢 它有三个部分 是吧 有上面的主体 然后底下一个小座 底下还有一个座 这个是这个作品比较特别的地方 首先呢 我们看它这个作品的题材 它这个题材呢 就是引用了我们 这个传统的一个传说故事 就是吹枭引凤 或者叫消使弄欲 那么这个典故呢 就是说的 秦木工的女儿叫弄欲 她美丽漂亮 而且喜欢吹枭 有一天呢 而且因为吹枭 找到了一个丈夫 两个人非常恩爱 有一天呢 他们一起吹枭的时候 就引来了这个紫凤和赤龙 最后两个人一起 乘着龙凤 上天成仙的这样的一个故事 真美的一个故事 对 也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的 这个美好生活 爱情的生活 幸福的婚姻的一种追求 那么这种题材呢 也常常在我们 其他的工艺美术品中出现 而且从材质上来讲呢 它也是一种玛瑙 也是玛瑙的材质 从这个工艺上来讲呢 应该是我们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出口 贸易的出口外贸的这批东西 这件作品整体来看呢 就显得 其实玛瑙大家都知道 它是一个比较多件的一种保育石材料 那么通过这样的设计和制作以后呢 显得很突出 所以整体估价下来 这件作品应该的估价是五到六万元 好 谢谢您 给我们简单地介绍一下宝贝吧 因为这个是我朋友托我带过来的 所以我的话不是很了解 这个专业知识的话 还是请专家老师为我们分解吧 您这可真是够快的 这些朋友带过来的 自己不了解 让我们一起了解是不是 可以啊 行行行 那您直接给专家拿过去 好吧 谢谢 这是一件咱们可以 就是经常能见到的佛像 他手里没有持物 没有持法器 但是他头就是属于发关上 这个关呀 上头有一个小佛 大伙观察系了没有 这有一个佛像 小佛像 这个佛像呢 实际上呢 它代表什么 实际上代表就是释迦摩尼 其实这个 就告诉你们说了 其实他这个观音菩萨 这个形象 就是释迦摩西的化身 从他这个 这个这个做工来做 他这个形象呢 你看他大方脸 是吧 而且呢 眉毛 它很 就是属于眉毛 这个五官呢 刻画的很生动 这个件呢 所以说呢 它的年代呢 应该是明代 嗯 明代的 对 但是呢 它有一个最大好处 因为它尺寸比较大 所以呢 而且呢 保存比较完整 没有 这个缺失的部分 其实在这个市场价呢 我给你个稍微的 基本价位吧 应该是相对什么 因为它属于民间的这个这个物品 所以说呢 它跟工程的比呢 要要很低一些 呃 我觉得市场价应该在五万年 五万年以下 谢谢周老师 好 谢谢您的参与啊 哎 这现在带来的宝贝 个 个儿可真大呀 我认为是一个清莫名粗的一个 右上踩的价装瓶 好 行 看一下我们专家老师是怎么给您鉴定的吧 来 好 这个残友拿了瓶子有点坏 在景德镇吧 高温烧右的这个摇网跟彩绘是两个厂家 就往往呢 彩绘的厂家呢 要买那个 产品呢 都是要那个买那种 呃 白的 没有颜色的油 来进行彩绘 几乎很少用在红柚上 因为红柚已经就成品了 没有在红柚上彩绘的 那么呢 这件东西呢 在红柚上画的 牡丹 寓意着玉堂富贵 反而一种吉祥文士 所以呢 就比较怪了 那么呢 他这个彩绘的厂家 为什么会买个红柄子来加工呢 完了 仔细看了一下呢 发现其中的奥妙 在这个部位 有一个摇裂 那么有这个摇裂 它实际上呢 就是一个残次品了 残次品你知道价格是很低的 因为它不是正品吗 那么卖不上价 于是呢 彩绘磁场呢 用很低的价格把它买来 然后在右上进行彩绘来遮丑 那么所以呢 就有些呢 就让人感觉呢 画车天足 刚才那个朋友呢 断代断的 我觉得还是比较准的 应当呢 是清晚期的 一件彩绘作品 这件作品呢 虽然呢 它是在红柄上彩绘 你在彩绘 它体现不如彩绘工艺的那种 赏心悦目的效果 但是呢 它也算是一个新的创新吧 而且呢 你看它还没 后继保存还比较好 没有什么磕碰啊什么的 说明呢 它还是保存的比较好的 具有一定的收藏价值 谢谢妈老师 这个我是保存的比较用心 谢谢妈老师 不客气 你好 这是给我们带来一个玉器吗 带钩的 带钩是用来做什么的呀 欧阳老师 带钩啊 就是古人用来束衣服的 束衣袍的一个挂钩 但是现在这个是玉器的 而且好像它这个是 有一定寓意的是不是 望子成龙 那怎么个望子成龙法 我们还是请欧阳老师 给我们说一说 对对对 好吧 来 刚才这位藏友拿上来的是一个 和田玉的一个带钩 那么这个所谓带钩呢 刚才我们主持人也说了 是我们 其实是我们古代的一个 一个实用器 是用来束这个衣袍的一个挂钩 那么到后来呢 它的实用性也就慢慢地减弱了 变成一种观赏 一种观赏把玩 首先它是圆雕的一个龙手 龙手很高昂 而且呢 两个眼睛是突出来的 就是我们传说中的虾米眼 是吧 就是这样的虾米眼 而且呢 它的口开得也很大 也很深 另外呢 在它的对面是一个 镂空雕的 镂空雕的一个吃龙 那么龙手望的吃龙 就是我们常说的望子成龙 或者说是苍龙叫子 它的意思就是 心火相传 胜德 怀骨的意思 原来寓意是这么来的 对对对 就是望子成龙 就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寓意 就是比较典型的 我们明末的 明末的一种 这个和田玉代沟的 一个标准 您这一件呢 尺寸稍微小一点 我们给您的估价 是十万元左右 谢谢您的参与 欢迎您 这是给我们带来的一幅字 还是一幅画呀 是字来的 哦 书法 嘉庆皇帝 清典的一个 岭南第一才子的一个说法 岭南第一才子 对 你知道他的名字是叫什么吗 您说 宋香 行 今天特点拿到我们节目来 评赏一下 是 给大家分享分享 是吧 我鉴定一下 好 行 来 给我们的老师看一看 好 谢谢主持人 这节作品呢 他的作者呢 是我们广东人 广东人 他是广东嘉莹 这个历史上嘉义军现在的眉线 那么他呢 是从乾隆到嘉庆年间的人 他是一切五千年生到1826年死 活了七十岁 那这个人呢 是一个文学家 私人 同时呢 又是个教育家 刚才讲到的 他为什么他叫这个 岭南第一才子呢 是他在乾隆五十七年呢 相似考巨龙的时候 得了第一名 第一名叫戒元 那么他的书法呢 早年的时候呢 是学 还是学二王的 王羲之 王先知 还有呢 是学那个 这个是弥妇 严正庆 所以我们看他这个书法呢 他到了中年时候呢 他又开始学违背 所以呢 到中年以后 他的用归呢 就比较刚进有点 但是呢 用归呢 比较流畅 所以说这个书法来看呢 应该是他中年的 中年的 那么他的这个价位呢 这个最近 最近的拍摄 好像查了一下呢 差不多是三万到五万 好 谢谢向老师 也感谢您 给我们带来 岭南第一才子的一部真迹 好吧 谢谢主持 谢谢 你好 先生先做一个 自我介绍 我从香港过来的 今天就带来一方印章 您从香港过来的 这边请 这是带来什么东西 印章 印章是吧 打开看一看 好 但是这个材料看起来 怎么那么特别呢 这是一方 今天的风门庆的灯光洞的印章 里面这讲究肯定很多呀 我们请专家老师 给我们说一说 好吧 来 好 这个呢 应该是青田 风门灯光洞的一方 四方印 那么 青田呢 是我们四大名诗之首 它最早发现 最早使用 风门呢 是青田史里边 最好的处处的地方 灯光洞呢 刚才我打了灯光 你看 灯光一打 似乎 这个灯光会透到背面去 这个材料呢 应该说 青田史里边最好的材料 它这个颜色 混乱一体 毫无瑕疵 一气或成的 没有什么浓淡深浅的变化 这一方里边 那么颜色 有点像草熟的白果 又说白果青 但是比草熟的白果 还要浓艳 那么在青田说来呢 这种颜色呢 又叫朱叶青 所以我们传客艺术的 第一个流派 就是灯光洞 创造的 所以这个灯光洞呢 对于后世的 转格艺术的发展呢 起了不可磨叽的作用 所以无论如何 这个都是三百万的 蔡老师对他的评价非常之高 我希望您能够好好收藏 好吧 谢谢 谢谢您 那您现在已经鉴定结束 您有什么话想要对我们电视之前的观众朋友们说的呢 就是觉得很开心啊 就是通过这个节目 然后也可以再学多一点的历史的文化的语运 更了解这个石头 还有就是这个石头是石头里面的石中君子 所以它魅力很适应的 好 下次您还会带着您其他的宝物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吗 会的 会的啊 好 期待您下一次的参与 谢谢 来给老师们看一看 这是我们广东最著名的石湾窑的产品 这件呢是刘海细金蝉 是非常传统的一件雕塑品 那么呢 你说这个是民国的 应该从这两点上可以做出一个初步的判断 一个就是这个款 从胎质上看呢 它的旧帽都很自然 但是呢 也不完全是民国的 好像这串 此前就是现代配上的啊 特别是在我们广东地区 具有一定的收藏价值 或者说呢 较高的收藏价值 希望呢 我们这位参与呢 好好收藏 好 谢谢毛老师 也感谢您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一个 让我们开眼界的一个作品啊 谢谢您 谢谢老师 谢谢主持人 先介绍一下自己 我姓汤 然后 这一对翡翠玉镯 是我带过来的 今天 这两个镯子有没有什么区别 其实我就是看不出来 所以想让专家看一下 然后呢 跟妹妹商量的是 就是 所以要看哪个镯子 看哪个镯子大一点 哪个镯子大一点呢 她就是姐姐镯 你是姐姐还是妹妹 我是姐姐 难怪了 肯定要大一点 来 给老师们看一看 眼前一亮 眼镜发绿 所以看到好的东西 就会激动 就像男人 看见漂亮的女人一样 内心很澎湃 是的 我觉得在广州 看得这么好的东西 也不太奇怪 因为大家都知道嘛 就是我们翡翠中呢 所有的颜色中 它是以绿为上 为什么要说 以绿为上呢 是因为我们翡翠的颜色 非常多样 除了绿的 还有红的 紫的 灰的 蓝的 白的 甚至无色的都有 但是在所有的这种 这些颜色中 绿色的商业价值最高 绿色的变化最大 绿色的最具收藏价值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这一对手镯 它一定是取之于 一块材料上的 那么手镯的取材 它是特别的不容易 因为它要尽量地 选到这块材料中 最美的部分 然后要把 扭裂去掉 毛病去掉 要材料这么完美 是很不容易的 而且呢 在这块材料上 一下掏出来两条 很接近 很相似的 就是南上加南 就像双胞胎一样 对 然后我们再看这个颜色 非常的脆 非常的绿 而且呢 是那种很鲜扬的感觉 绿的比较有力气的感觉 从种质上来讲 稍微粗了一点点 但是如果这么好的色 再加上种好 那就更加难得了 所以这对手镯来讲 真的是让人眼前一亮 那就到底哪个是姐姐镯 哪个是妹妹镯 所以整体来讲 它作为对镯的来讲 它差距不会太大 差距它一定是能够比较匹配 它才能做一对镯 无论是材料 这个颜色 包括大小方面 它一定是找到最相近的 才做一对镯 这一对镯子的关系 就好像你和你妹妹 是一模一样 对 妹妹确实是双胞胎 真的 但是她今天没有时间过来 所以就说那个 好的就给姐姐吧 所以我也很 所以你的父母很有福气啊 是啊 有一对这么漂亮的双胞胎 她必然要准备一对 这么漂亮的翡翠手镯 才能与这么漂亮的女儿 相匹配起来 谢谢谢谢老师 这对手镯给你的估价 是六百万 好 掌声献给这位朋友 也献给这对幸运的双胞胎姐妹 谢谢你参与 谢谢欧阳老师 本期获得民间国宝的是 金虎玛瑙百剑 恭喜以上是宝文 本期的节目到这 就要和您说再见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请新西式奇珍 上南建宝 我们下期节目再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